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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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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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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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燃料水吃進去 才會淡化那個洞還有那個餡 讓它熱脹一下 就是這樣脹 當波雷光療一下 等一下 再烤烤的就好了 烤烤的 這不是拿來刮鬍子的 等一下還有這樣打個蠟 那破點有多大 那個白色的點就有多大 好那你要不要再拍一下 有沒有 沒有 裡面那個都縮起來了 丟起來 可是它還是會有一個痕跡 一定有痕跡 但是你剛才那個洞是一個洞 你現在摸是平的 你刷就不會刮傷了 這樣就OK了 謝謝老闆 OK 不會 不客氣 現在講就要縮錢了 這是一個省錢的 對啦 可是如果你不好一二三四五 那就不要 就整個換掉就比較好 其實如果你是在架子座那邊 我就建議要換掉 眼睛看過去開車就一個點 有時候對到那個膠就哇呼掉了 材料都叫來了吧 明天就可以動工了 應該可以 好 存動軸 存動軸 對 這個防塵套 兩邊 這個是和尚頭 兩顆 兩顆 這個空氣芯 這個就是它的分棒 分棒 對 這個就是分棒 這個是總棒 對 總棒很大一個 因為它連油壺 喔 這就是它的總棒 然後再來就是正式皮帶 正式皮帶 那這是正式皮帶的剁輪 這是一套的嗎 對 這是一個固定剁輪 跟一個調整剁輪 有沒有 這一顆就是調整的 這一顆剁輪長的比較不一樣 它就是這邊可以調整 像這個固定剁輪 就是中間只有一個洞 對 培林這樣一個洞 然後差別就在這 好了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東西要用 沒有一個好弄的 我們從最難的好了 就換正式皮帶 那個是最難的 不是 因為那個最久啊 因為你正式皮帶 還要對記號幹嘛 麻油沒了 皮帶就鬆了 這個皮帶也不行了 也不行了 對喔 趕快拆一拆 後面的在那邊 有沒有 這一個 這就是發電機水放浮的皮帶 然後接去走 因為油尺會被折斷 先拔油尺比較安全 那你像發電機的皮帶 你就是上面放鬆之後 下面它有一個固定螺絲要拆 不然你怎麼拆 它都不會動 有的人 調完皮帶有沒有 上面手緊下面就忘記鎖 很多都忘記鎖 好 這樣我們先 頂起來吧 有沒有這樣皮帶就鬆了 有沒有皮帶這樣鬆了 就可以拿起來 出來吧 哇這皮帶爛了 你有看到 看到了 還好真的都有拆啊 我們完整的下來有沒有 皮帶都爛了 都脫膠了 爛掉了 還分離 對啊 不盡其用了 你看有字不一定代表皮帶是好的 字是不是很清楚 對 還Toyota原廠的喔 結果還是一樣壞了 這一條有沒有 你看都原廠的 字都很清楚 所以有時候不是看字 我都看裡面了 那你看這兩條磨損的 差很多吧 這個整個都變薄了 都吃進去了 啊這一個其實也龜裂了 那這個就一起把它換掉吧 因為這邊要換船弄走 那邊要用正式 所以都先拆一拆 全部都拆下來 對 這一顆真的是要拆了 這顆看起來很新鎖 好 進來進來 有沒有 吃這個 這個是舵輪 然後調整舵輪在下面 對 調整舵輪這邊 這邊一定會有個蓋子 這個蓋子的位置 就是調整舵輪的位置 通常是這樣 這邊有個缺口 就是對正式記號 這邊歐洲車做多 歐洲車都拆這個螺絲 鬆的 很好拿 很輕鬆 這樣就可以拆蓋子 有沒有 這四顆螺絲 就是夾這兩片的 那歐洲車 像BMW冰獅 很多就是拆螺絲 把這個拿出來 就可以了 設計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還是要看一下 現在在對 對接喔 這裡 那邊有個缺口 那邊有個缺口 對到零度 有到零度 有到零度 記號 記號 這個蓋子就是 它就是對這個洞 對這個洞 這個洞就是可以挖開 然後放鬆調整 接下來就是要對一下記號 你看這個之前換過的記號 還在上面 你有沒有看到 對那個 對 我們就沿用它的記號好了 畫太多記號到時候會搞混 就知道對上面的 上面的記號你可以看啊 它裡面那邊有個洞 這邊一樣要做記號 這個也是它上次的記號 所以是很準的 這樣記號做好就可以了 就可以拆了 用皮帶就下來了 那我們等一下再照一樣的記號點 把它做上去 就可以 固定 舵輪跟調整舵輪都可以擦了 調整的舵輪 就在這裡 螺絲就是 這樣 好 這個就是固定的 舵輪 嗯 現在要裝新的 對 新的上完了 要來對皮帶 一勾都不能跑 這兩個人對位是不是 因為新舊皮帶啊 它還有一個差別 就是新的皮帶會比較短 舊的皮帶會被拉長 所以有的時候它會錯位 然後就對一圈回來 它只要有對到就是可以 哟 往上去 上皮帶 記號對好 一般是不太需要用什麼力氣 它就可以順順的進 它是會比較緊 但是不會到這麼難抓 我剛剛還想說要噴一些 不用 這不能噴啊 再來就是對記號 然後下面的記號點 下面有對到吧 有 有啊 因為下面我有壓著 讓它沒有跑 這樣子就可以放鬆 調整舵輪 鎖起來之後 我們還要再轉動 看它會不會跑掉 轉動曲軸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這樣就可以裝蓋子了 裝上去了 裝上去了 這個成年的實在是不要跟它玩的 敲不下來啊 喔 水 我們有工具 就不要浪費力氣 這麼緊 好緊 有沒有聽到 好大一山 你看裡面都秀 有新的 看一下程度 喔唷 程度 有差一點 差一點 對啊 反正這都要定位啦 沒有差 還有防塵套 沒收耶 這麼緊喔 好啦 破掉 好五囉 換人的宿袋 就車三寶 你看這樣就不會搖了 對啊 就差很多 這時候再去定位吧 防塵套 跟合上頭 這樣就結束了 對就是這一邊的 團動軸 這個也是成年的 希望裡面不要卡住 鬆的 喔水 最怕的是這個頭卡住 這個頭啊 馬自達的油垢會卡 這樣傳動軸就出來了 這邊 死掉的傳動軸 等一下我整隻拆起來 會比較好看 不掉 哇 裡面都乾了 油很徹底 對 那先把傳動軸 鋪出來 年久失修的傳動軸 這一台什麼東西都緊的 出來了 肉油了 這手排變醋香油 一大坨就出來 標誌 要整個 這麼近 車老了 真的差很多 還是只能用 特攻 突然真的是 跳到網 深層都跳不下來 呵呵呵 不會動 非常好 好啦 我們去看一下下一個是什麼 先把油抽出了 然後換頤的氣總磅分磅 然後換頤的氣油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 這好像是什麼紙耶 在分磅裡面 反正都要換了 對啊 拆油管啊 這應該到現在沒拆過 這個一定是沒有拆過 它卡死了 你等一下就可以看到裡面多髒了 這一顆松了就一定可以下了 但是裡面的兩顆就不好說了 你看現在幾年 二十幾年了 沒有拆動過 這個拆這樣算好拆 裝齁 你看我手怎麼伸得進去 不會吧 什麼東西卡住 好了 你看 下班了啦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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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一下裡面多精彩喔 裡面都是油泥 連上面都是喔 這些都是喔 還有一個分磅 分磅沒有這麼難猜啦 難猜的是這一顆總磅 這顆總磅真的是難猜 看這一個 這個很厲害 這個蔓頭酥是黑的 有沒有整個 哎唷 然後這一根油管又在旁邊亂 我先把空氣性拆起來 劈死了 沒有地方可以伸啊 真的會斷 這樣我的手應該就有空間了吧 喔喔 這樣有 有機會 你講那麼快 泰哥你會不會講太快 我看到洞對著你知道嗎 超賽要滑出來了 沒關係啦 滑出來是好事啊 感覺可以進去啦 你哪來的志祥 好 我決定了 我要整個把它拆掉了 不然真的會進不去 要進了要進了 就差那麼一步而已 我已經徹底把矮壓檔拆開了 你把它放鬆而已 我把整個拆掉了 喔 進囉 中風 休息一下休息 20分鐘後 以後工資要再貴一點 是不是很美齁對不對 這個就是斑棒 去比一下吧 到底一不一樣 應該一樣 覺得這個好像比較開 鼓尾吧 再算你就嚇我耶 哈哈哈哈 這個要塞進去比較難塞而已 哇 這個就是這個頭 這樣有沒有比較像一點呢 先來洗管子 先把它先清乾淨 不然換了沒有屁用 吸吸吸 累了累了 殘了 勾子都掛不住 洗乾淨啦 原本黑的頭有沒有 現在整個裡面管路都乾淨了 因為你不這樣洗 換新的沒有意義啦 這樣就可以開始裝了 希望螺絲孔是合的 不要那麼緊張 可不就是 最後一步了耶 這樣子再掛掉 我真的是會瘋 等對到牙 先含著我再鎖就好了 戴山你真的很準 哈哈哈哈哈哈 不會又要磨那個做法 一點點啦還好了 一點點還好 現在換我拍然後你磨 現在換手換手 哈哈哈哈 可以啦準的啦 準的啦 可以嗎 有有有有有 間隙夠大 還好沒有被你說中 今天這樣就好了 搞這個總棒搞得快封掉了 對 我們把這個AR漏完 就差不多可以下班了 那這樣怎麼知道 它要領他漏完 油會從那邊流出來啊 油流出來就算就是 沒有沒有 油流出來不是漏完 只是先讓油流出來 這只是第一步 空氣漏完要看離合器 要看踏板 要看踩下去的重量 對 它會回彈 基本上就是漏完 油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漏了 把它踩出去 這樣就算油了吧 這樣就可以啦 這樣就漏完啦 漏完 漏完 就卡在裡面 那你去看前面那個分棒 它會作動 來喔 注意看喔 有沒有伸出來 這樣就可以收工 明天繼續 哇 快累死了 信美至香 您所尋找的天然好香 聖波角 一年間の保障障害サービス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 這顆的機體比較瘦 這顆比較肥 因為把這拆掉呢 我們鎖上去就會卡到機體 所以就是照它這樣裝 沒有第二招了 什麼東西 怎麼會有螢光劑噴出來呢 壓縮機 這是哪一招 我先放下來看好了 怎麼 這個壓縮機裡面的 在冷凍油 奇怪 它怎麼會噴出來 我剛剛也沒有拆這個啊 啊 先轉轉看它有沒有壓縮力 有啊 還有壓縮 現在壓縮機自爆 所以我們把它拆下來 拿回去做檢測 然後再等料 今天沒辦法做事 想說這個裝完就沒事了 明天 新的 希望這顆不要再爆了 它昨天會爆是 為什麼 應該是它上面的東西沒有弄好 可是正常也不應該會這樣爆 它是整個炸掉噴到這裡都有 你看還在 還在 有沒有 它的冷凍油還在這 冷凍油還在這裡啊 繼續昨天重複的工作 以後裝這個壓縮機會有因應 我第一次遇到這樣裝到一半爆料的 今天沒有爆應該很順利 現在來裝管 等一下吧 等它真空抽完然後測漏 沒有漏我們就可以 灌了嗎 所以等一下要看 就是鎖起來之後 然後 記住它的刻度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等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它如果都沒有動 就基本上是沒有漏 這邊是排氣孔 只要抽到已經沒有氣了 就表示已經 裡面都抽乾了 沒有空氣可以抽 那我們就可以先把這個錶頭鎖起來 然後就等它等個半個小時 它如果沒有漏 我們就可以打冷煤 等的過程中 我們可能要先把皮帶那些都先裝回去 皮帶都還沒裝 就因為昨天突發事件 原本應該昨天就拍完了 下面那個盤子是不是比較大 放到底了 可以嗎 不行啊 這這麼近 今天出一個狀況 是要弄死誰 所以你現在要 要量皮帶程度 救命 這只是量大概而已 這樣大概是1150 好繼續等 這個是1140嘛 就是114公分 那我們剛剛量的是 就少了一公分 所以我們怎麼撐都撐不進去 那你硬撐呢 皮帶就會拉扯 因為它裡面會有這一層 白色的這個 棉紗 它主要也有靠這一層棉紗 棉紗就是防拉扯 那你如果斷掉 基本上這個橡膠呢 絕對撐不住 所以我們就是 裝的時候絕對不能用硬撐的 把它撐進去 除非有一種像福特的 彈性皮帶 福特原廠就會附一個特工 讓你把皮帶轉進去 對啊 那我們現在等到 瞬間繼續來裝輪胎好了 改長一點了 多了1.5公分 好 其實應該很輕鬆就可以進去了 進去 對啊 你看像這一條也是 好啦 我們就裝兩顆螺絲 就預留兩個螺絲孔 給我們鳥了 可以換了沒了 我今天開得去啊 出來要幹嘛 分三張 還有一張 1萬0500 總共捐3萬1千元 那不是標了5萬吧 因為有修理啊 這樣有個好處啦 假設你只標了花3萬塊而已 本來標5萬 你不要買在車裡 花到大萬 這樣雙贏嘛對不對 那也可以 不用花到那麼多錢 就可以為了 其實回去的 還是要陸陸續續要坐 因為老車就是 遇到什麼就修什麼 幸美至香 您所尋找的天然好香 聖波角 1年間の保障障害サービス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 お送りしています 好 好 好 現在我已經有熟了 有熟了 你們又來了 1 2 3 要捐哪裡 這款打人 肌肉紋縮症 再次感謝原車主 三話的三女士 新車主楊小姐 感謝大家 熱烈的回响 我們才可以這樣繼續做下去 你繼續捐 我就繼續捐 好一直捐 一直做下去 好喜歡記得不想訂閱 分享開小鈴鐺 我大概可以做越來越多台 好 一二人 進來 進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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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